她是中国守卫女舰长 二十三就职华为高层 为员军人梦 放弃百万年薪参军 入职六年担任郑州舰舰长 她传奇般的人生 让萨贝宁知乎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 然而这样一位金国英雄 却遭到不少人的质疑 让我们一起走进委会晓的开挂人生 委会晓 1977年出生于广西百色一个壮族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 因此对他非常严格 2000年委会晓从南京大学毕业 因为出色的表现 直接进了华为公司 从一名小职员 慢慢做到了高级副总裁秘书 过上了很多人梦想的生活 按照这样的走向 委会晓的人生 怎么也和军人挂不上钩 然而就在委会晓的事业蒸蒸日上时 他却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放弃了稳定的生活 毅然决定辞职去考研 2004年 他考上了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 他此前从未接触过这个专业 却能以第一的成绩考进来 这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你们以为他就此满足了吗 并没有 他凭借自己优越的条件 参选了环球小姐选美大赛 并且成功入围了中国赛区10家 正当大家以为 他要往模特道路上发展时 他又加入了研究生的执教团 远赴新疆执教 在执教期间 他不仅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还联系了外界 为当地儿童捐献书籍和衣服 他看着孩子们的笑容 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之后又有机会 就会投身到公益活动中 2006年 他前往西藏地刊局 地质调查大队当志愿者 当时志愿者们 考察的地方 大多处是无人区 周围环境极其凶险恶劣 他有好几次 都与死神擦肩而过 但是这样的经历 非但没有让他退缩 反而让他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 他想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8年 汶川发生了大地震 韦慧晓在得知地震的消息后 主动联系到志愿者朋友 担起了后勤的工作 他看上去只是个弱小的女子 实际上比谁都要强大 同年 韦慧晓又担任了北京奥运会 和残运会的志愿者选拔 从两万人中脱颖而出 之后 他以为出色的表现 被国家评为中国百位优秀志愿者的称号 他的优秀事迹 让更多人注意到了他 中国研究生杂志 将他选为了封面人物 刊登了他作为志愿者的经历 关于价值观 韦慧晓曾经说过 一种价值观 是戴着非常昂贵的手表 来显示自己身价百倍 另一种是一块不贵的手表 因为自己戴过了 所以身价百倍 很显然 韦慧晓选择了后者 读研后 他颇受导师的赏识 导师给他推荐了很多工作 但是那些 都不是他想做的 兜兜转转了那么多年 他发现自己 还是想当一名军人 为国家做贡献 当身边人得知韦慧晓 要参军的事情时 都很惊讶 因为当时的韦慧晓 已经34岁了 并不是适合参军的年龄 而且自己所学的专业 也和军队毫不相关 当时不少人嘲笑他 在痴人说梦 但韦慧晓 没有听见身边人的劝阻 他认定了一件事 就一定要做到 2010年 他向海军首长 寄了一封自荐信 信中不仅写了 自己对军人的向往 还提到了自己往年的人生经历 洋洋洒洒 写了足足200页 这份诚意感动了首长 2012年 韦慧晓被特招入伍 成为了辽宁舰 守卫女博士军官 四年后 韦慧晓就成为了副舰长 三年后 韦慧晓升任成 中国海军史上第一位女舰长 到底结不结婚 你要干嘛 这个问题不是早就回答了吗 嫁给军舰了吗 我讲讲我的感受 几年前我想大家都关注过一个新闻 征集 有没有人愿意去火星定居 当时据说爆名火爆啊 有一百多中国人也报了名 而且是个单程票 回不来 问我结不结婚这事 就像问我想不想去火星是一样的 我觉得地球挺好的 火星谁想去谁去吧 我就不去了 有人曾问他 到部队后最大的苦难是什么 他回答道 时间不够用 在军舰上 他是睡得最晚 起得最早的那个 将自己全部的时间 都奉献给了祖国 如今他已经43岁了 即使取得了如此的成就 却受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 委会小的事迹被报道后 受到了不少人的赞扬 不过评论里 也有些不好的声音 就像当初评论杨丽萍的那帮人一样 有人认为 女性如果不结婚不生孩子 哪怕事业再成功 人生依旧是失败的 还有人认为 女人就是弱小 不能挑起大量 至于委会小 为什么34岁了 还能当兵 为了取得这些成就 委会小付出了无数的汗水 刚刚大长聊聊舰的那天 委会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女舰长 当时女舰长这个称号 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况且从一名实习军官到舰长 最少要15年到20年的时间 当时的委会小 也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的实力 还撑不起自己的梦想 第一次参加海军部队的测试时 她的成绩更是远远落后于别人 不过她并没有因此而灰心 而是越挫越勇 从每天跑5公里 逐渐增加到每天10公里 第一次跟随登陆舰的实习舰出海时 委会小跟随学员们 一起在甲板上画图 当天的海浪一点都不大 但委会小却吐出了胆汁 她爬起来继续画图 没过多久又吐了 为了熟悉军舰上的每个角落 她会和十多岁的女兵 抢着干活 委会小的世界告诉我们 女人并不比男人差 生儿育女也并不是女性 活着唯一的价值